明湘早安公園十幾年來都沒變 酒是黑白生 疾病是真久 不久的環境是真壞 鄉長好家鄉希望有新書為新作為 希望能夠發展出適合大人、小孩 做回來適合的環境 所以鄉公社自己主席的經費 到達後來改成早安公園 以新的貨物來迎接鄉親 過去早安公園基本上還是有一點點距離 小朋友來沒有特別的好地方 所以我們的好家鄉 鄉長出營後 就一直跟縣政府提出這個案子 希望打造一個親子公園 親子公園 以民雄的意象 貓 我們叫做大鳥 貓的意象跟鳳梨的故鄉 鳳梨跟鳥是民雄的意象代表 所以我們就用親子公園 就是用貓來做親子公園 小朋友現在都很喜歡來 這個就是貓的意象 然後下面就是打的這個都是翁來 翁翁來 就是我們民雄的鳳梨 非常有名 真讚 真讚 現在的早安公園已經不一樣了 尤其是最欺貓的愛吃貓咪 公園的輸出品 和打貓親子廣場 讓路過的人都想要下車來欺貓 未來早安公園會配合前餐基礎建設 提供在座的家園 頭過的定期勘台 超過的休憩庫 警官本所精修頂頂 要讓早安公園 變成是一個休憩活動最特色的環境 大洋新聞 黃培怡 蔡鳳報德 小拜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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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洋新聞